终于真正的小刘会客室要来了 那么这一次呢 我是SOLO 也就是跟各位观众算是半个道别 什么时候会进去呢 不得知 所以我得知的时候 其实是我起床 10点半的时间 射了闹钟 然后结果一打开这个LINE 刷一排记者 秘误我说 对于三省被驳回 你有什么想法呢 可以说是这阵子 这可能出来之后 最黑暗的一天 可能会在里面待一阵子 就当做去当个兵 可能有些观过的人会觉得 还观两年在狗叫什么 但是终究是 不舒服啦 你知道吗 就是这种体验 这种感受 不是说你想拥抱这种情绪 就能够拥抱 如果我没出这条事情 我想我后续应该也不会变成这个样子 就是好好地认识自己吧 我老牧呢 就是他跟我爸的关系也不太好 跟他相依为命的这个儿子 也得离开他一阵子 昨天我也没哭 唯一有哭的就是我妈在哭的时候 陪他滴了几滴眼泪 现在状态就是故作镇定 情言欢笑 再来就是我那几只猫 就是他现在快10岁了 身体不太好 所以我猜我进去的时候 这老猫就挂了 然后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另外一半嘛 担心的其实不是说进去了分不分开这种问题 其实我甚至我内心是不希望拖累别人的 那所以这个问题呢 大家也不太需要帮我思考 也不用为我多做什么 因为人还会至少活得好好的啦 那也会可能会担心 因为我爸他70几岁吧 应该差不多了 应该差不多要走 虽然关系不是很好 但是走了的时候我想我应该是会后悔 接下来也不知道到底是多长的时间 还可以在外面交接一些事情 无论是现在有在经营的一些品牌 工作公司合作伙伴 在我不在的时候 这些事情该怎么来应对呢 就是还是要把这个遗书先写好 那有人会说 哎呦这个阿超 这个小超说进去要弄你 我拜托你弄死我好不好 那我就还不用关 我拜托你